我是美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愣 那我們這次要來到花林啦 然後我們這次主要是要來找我的朋友 因為我朋友他現在駕到這邊來 然後他推薦了我的旅間 他老公跟他在這邊非常常吃的旅間零食 還有小吃店 那我們這次主要是受到交通 五分鄰居電腦的邀請 來體驗一下 5G帶給我們的生活上 帶給我們的旅遊上 有什麼樣便利的地方 那其實5G啊 或是這種智慧輸出系統 大家會覺得看起來很難 但其實這個東西是在我們生活上 或是旅遊上 或是在交通上 或是在我們的行走在路上 其實都是這樣常見的東西 那我們這次呢 就是我們來花蓮這個時候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朋友有跟我們推薦哪一些好吃的 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需要在我們的生活上面 或是在我們旅遊上面呢 有哪一些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好 那我們就吃飯吧 好 那這第一個我覺得 在日常生活中我非常適用到的 最常適用到在旅行上 在生活上的人 其實就是只有多多美食 不管是我們要去哪裡 或是我們在任何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們幾乎都不用多多美食 我可以很方便看到說 哪一段在塞車 那其實哪一段在塞車 這個在4G的時候 就已經很普及了 其實5G呢 它最大的變化呢 其實就是更即時的可以知道 哪一段現在正在封路 正在修路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下雪 或是因為馬拉松 又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捷運開到哪裡 我們在等捷運的時候 像我在台北馬上搭公車 然後等公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公車已經走到哪裡了 那其實像我們之前 開車去花蓮 遇到賽車很久的狀況 那現在也是可以通過 5G技術的整合 實現更快速即時資訊的傳輸 提高監測和控制的能力 像是我們開車的時候 常會看到的電子看板 可以即時的更新 像是限速的提醒 交通事故的提醒 還有氣象的狀況等等 我們來騎著街 好 那我們第一站呢 來到這間慶豐麵店 他就是我朋友在這裡 推薦了我好多次 然後我第一次來的這間麵店 那我們現在繼續吃吃看 走 我覺得這裡應該是 屬於花蓮人 不想要要弄太多東方客 吃到的地方 我意思說這裡很夯阿萊 就是 就看得出來 那這個就是它的菜單 那有分湯麵 好 乾麵 那乾麵的話 看起來比較有名 就是這個慶豐麵 乾的 哇 慶豐麵有湯的 那點完這麵杯之後 在它外面邊 就有很多小菜可以點 豬肝 菜 你這是什麼 我這是慶豐麵阿 慶豐麵超豐盛的 難怪娘娘會推薦我這個 你看這個慶豐麵真的很誇張 好豐盛 你應該不用點這個 對 然後我點了一個一般的乾麵 也太大碗了吧 我呢 然後還點了一個扁食 我這個慶豐麵就有扁食在上面 然後我還點了三個小菜 然後我剛剛吃了一下 就連這個哽也很好吃耶 怎麼回事阿 這麼誇張 就很有味道阿 其實來這裡阿 點一碗這個慶豐麵 然後加一小菜就很夠了 對 它這個慶豐麵就有扁食 就有肉片 還有菜 嗯 然後麵 搭配這個麵 好吃 然後它慶豐麵還有分乾的跟湯的 然後慶豐麵又在八十元 很豐盛耶 我剛剛點菜的時候 我就想說 來這裡應該要點個扁食 對 就來到花蓮 花蓮的扁食 就是扁食 一個扁食 這麼甜 它不用加醬就很有味道了耶 嗯 好吃耶 它扁食 就是花蓮扁食 跟那個什麼炒手 餛飩啊 那感覺就是不一樣 好好吃喔 就是我相信 就是 你拿炒手 餛飩 扁食 讓我盲測的話 我一定測得出來 好吃 那其實阿 在日常生活中 處處都是智慧運輸系統 那像我們阿 在過馬路阿 紅綠燈的時候 有一部分地點 也是透過5G來管理的 那像現在快過年了 大家出遊或是返鄉的時候 會遇到人多擁擠的狀況 那大家有發現 紅燈的變燈 或者是停紅綠燈的時間變長嗎 或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高層在管制 大顆車開放路間 這些都是透過感測系統 算出車流量 透過5G的技術 可以快速的計算出 各個路段的狀況 要快速的做出因應的措施 就可以避免深處的路孔更用塞 達到改善加通的狀況喔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住的地方 好像是這間圍庭旅路 它的位置很方便 它就是在市區的鄭中央 超方便的 從這邊要走去東大門也是很近 然後逛市區也是很近 對 然後在周邊也是有非常多吃的地方 對 沒錯 然後它一樓也是很可愛喔 你今天這樣子 週末住一個晚上的話 就是兩千億 對 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等一下 數字很棒 對 有兩千億耶 兩千億在市中心 沒錯喔 對 之前根本不可能有兩千億這種 在市中心 然後空間又這麼窄的房間吧 它這個放房卡的還是一個 他們這裡花蓮的地址 你看打開就跟我們說 它哪邊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我也聽旅書 對 然後這裡旁邊就是那一條很有名的 逛街的街 對啊 夜市啊也都在這裡 對 然後這旁邊還有那個鐵道文花山圈 我們之前都有來 然後它這邊啊 除了它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美食地圖之外 它還有一些戶外的活動 WhatsApp啊 然後獨木舟啊 它都可以在樓下報名 然後這個 它這邊也是有一個獨立的浴室 也是空間很大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可頌小麥 對 真的是 真的是 哇 你看 它一次開放八位耶 草莓品項限購每人一個 請勿代牌插隊 對 我知道你大概應該會喜歡 我看了它可頌的樣子 你看這個可頌很美耶 我們現在在這間可頌店叫做找到了 然後它是在一個非常巷子 防火巷裡面 然後你看它可頌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樣子 很好吃耶 好脆喔 是嗎 嗯 你吃過傳說中世界第一的可頌子喔 你還是覺得它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一點點加入一點點檸檬皮的味道 嗯 檸檬皮的味道 好 那你吃吃看草莓 好辣喔 酸 草莓的酸加檸檬的酸 對 好吃 可以推 可以推 好 好 那今天晚餐呢 我們來到在花蓮這邊地逛的一個夜市 就是東大門自強夜市 這個夜市我們上次也有來 我們來幾次都有來吃 然後吃了幾家好吃的 我們這一次再來吃一吃 東大門自強夜市呢 在以前我在這邊讀書的時候呢 它是分開來的 有什麼東大門夜市有什麼自強夜市 然後後來呢 它就重新整合在這裡 那它這裡現在就變成一個 規劃很好的一個夜市區域 對 趕緊走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買這個強蛋餅 在這邊非常有名的一家 最推薦的應該就是它的蚵仔蛋餅 然後 現在排隊的也非常多 對 都是在等的 然後現在也是越來越多的店家啊 甚至是像這種小店面或者是攤販啊 都可以使用電子支付啊 那你知道電子支付其實也是跟5G 也是有相關的嗎 像是你這樣掃完 掃完之後呢 它花多久的時間傳回到它的資料庫 再花多久的時間 Accept你這個刷卡的紀錄 這都是跟5G有相關的 對 那其實 這就是影響到我們消費者的體驗 如果說像以往的3G或4G的話 那可能一掃就在轉轉轉轉轉 那當然其實現在我們一掃嗶嗶就好了 對 馬上就好了 對 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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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這個廟口的這個紅茶 也是這個鋼管紅茶店 對 這一間呢是你朋友推薦的 對 我們上一次來的時候也是吃這一間 然後它就是旁邊有一座廟 然後它這裡新開了一間公證包子 在它的裡面 嗯 然後它這個真的是從那個鋼管下來的 它那個鋼管比較有水的文明 因為那個就是冰冰的這樣子 很酷耶 而且它這裡的比較便宜 然後它這邊除了有賣那種大顆的馬卡龍之外 還有賣那種小顆的 對 然後除了那些之外 它還有賣很多西點類的東西 對 或者是吐司類的蛋餅也有賣 那它這邊其實很著名 就是大家會來這邊吃它花生糖 紅豆湯 然後我們現在來回來住的地方吃 你看這個蛋餅 還是很厲害的樣子 很厲害唷 小蛋餅 然後我們還給了這個前酥雞 他們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會有這種炸螃蟹 對 比較少吃到的 比較少有機會在前酥雞店可以吃到的東西 嘿嘿 這次我朋友要來找我們了 然後它還帶了一些伴手禮來 超多的 你看這個蜜番薯 這是哪一家的 看一下 雅濟食品 雅濟食品 這是他公公的 我公公的 開的店 對 看起來就很好吃 這個 剝皮辣椒 主機 花蓮名殘 這是麻糬嗎 對 麻糬 喔 花蓮名殘 剝皮辣椒 這個人才剛才說要買鍋皮辣椒 馬上就有人送鍋皮辣椒來了 有嗎 還有這個 下廚 沒錯 美開的早餐店 早安 早安 然後我們今天呢 來到他們這裡啊 也是他們的 古早味的一個早餐店 它這裡是在一個廟的對面 然後它這裡是賣米粉 羹跟茶葉蛋還有紅茶的 然後前面那邊有一個阿坤豆醬 我們今天是禮拜天就沒有開 對 對 怎麼樣 羹枯燥味 它就是 羹 羹類 你可能不喜歡 我沒有早餐吃過羹欸 然後 還有加一些肉燥 肉燥和肉燥 然後 然後 會有香菜 然後它還有一個蛋 嗯 下一間我們來到這個是明星紅茶 也是朋友推薦的 大推的地方 對 他說他們這間也是花蓮人 都會來吃的一間早餐店 這條路上面很多早餐店耶 就有三間 對 就是古早味的那種 花蓮人來吃的早餐店 這就是他們這裡有賣的東西 對 跟那個沒有廣東茶店的餐點也是差不多的 跟那個沒有廣東茶店的餐點也是差不多的 看我們點了什麼 有一個原味蛋餅 欸 這個原味蛋餅好特別喔 看起來是有加蘿蔔糕喔 是不是欸 好酷喔 嗯 然後我點的這個是油飯館 因為我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很常會吃這個東西 學校都會有這個東西 真的喔 好酷喔 而且這飯館很小欸 很酷欸 在哪裡都沒有看過 對 就在其他縣市都沒有看過欸 嗯 這種飯館很小 很不錯 這樣子一個 小小的 這晚上我們就這樣在哪裡 對 對不對 對 現在這不是我的飯餅嗎 還是這不是我的飯餅嗎 還是這不是我的飯餅嗎 這不是我的飯餅嗎 笑的就這樣 欸 那個你現在好厚喔 我來說是我的飯餅 厚的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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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喜歡這麼厚的嗎 那你吃吃看這個吧 我反正吃了一口 就是 跟以前的味道就是一樣 真的喔 這麼酷 很 嗯 普通的一個東西 嗯 好我來試試看 這就是懷舊以前吃過的這種味道 就是 嗯 啊怎麼眉毛東西 嗯 什麼 我知道了 有一種味道就是 當地人覺得會覺得很懷舊 可是外來的人 就覺得這是什麼 它一邊只有包菜包啊 對 對 它沒包東西欸 然後油飯 就是有一個味道在那裡 有一個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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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蓮的最後一站呢 我們來到這裡 在大圆百的前面 它這個有一幾個餐車 然後我們來吃的這間餐車呢 它是在花蓮市區 它都會在不同的點 所以呢 要知道說它哪個時間在哪個點的話 這個要直接上他們的IG 或者是Facebook去看 然後它這個餐車在花蓮市區 也是蠻有趣的地方 我們來吃吃看 我們來吃吃看 然後我們等到了我們的鴨肉包 你看它是下面先放的生菜 然後先鴨肉的碎肉 然後再來一片一片的肉耶 然後再放起吃看美來豬 我們在等耶 吃 我們也是等了一陣子 來吃飯 小心 不要再出去 很香耶 嗯 它這個辣椒很豐盛 很豐盛喔 嗯 嗯 而且它的烤鴨皮很脆 不要辣椒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回台北啦 其實我們這次在花蓮啊 這邊吃了很多東西 也有很多我朋友推進給我們東西 我都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們這次是沒有去什麼景點 因為我們之前都去過啦 然後這次也有買一些伴手禮 準備要回台北 像我們之前都在開車過來啊 那現在透過5G的交通系統啊 也是可以非常快速的 達到傳輸的物理 就可以馬上看到 像是舒華感會不會塞車啊 這樣子 那其實5G呢 就是一個更快的網路傳輸 然後更低的延遲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可以更即時的呢 從手機 透過任何的APP 然後可以看得到 很即時的一些交通狀況 很即時的路況 然後再針對這些路況 交通狀況呢 在做我們行程上的調整 對沒錯 那像是之前啊 新鑰隧道發生事故的時候啊 也是透過5G的傳輸 讓大家透過手機知道 然後也更快速的就有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像是華東啊 那是觀光的聖地 那每到廉價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要去那邊玩 對車流量在尖峰時刻也是變得很多 現在交通中心啊 透過5G的高畫質 知識影像整合 和耗質的控制 可以透過非常迅速又精準的運算 立刻做到連續車流分流的相關管制作業喔 那我們這次來到花蓮呢 是有感覺到 現在的國旅有稍微比較冷清一點 但其實現在啊 我們來這邊玩 也覺得車配也很好訂 價錢也不會太貴 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 支付也不會太貴 然後吃東西排隊也不會太久 所以我覺得來花蓮玩還是蠻好的選擇 好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